台電對上國訓二連戰的第二場比賽 雙方分別推派哈維爾以及邱昊君先發 台電想要拿下對戰的二連勝 而國訓則是想要報昨天輸球的一箭之仇 一局上半 台電的第一棒蔡智玉先利用保送上壘 再靠著不受漏球趁機跑向二連的臉圈 加幫廖俊凱在一好三壞的情況下 掃出右外野方向的二連安打 幫助台電手開記錄 台電在三局上半 再接連靠著廖俊凱的三連安打 以及愛迪的高飛騎生打取得3比0領先 比賽到Lucky7 幸運第七局又發生電話 雖然台電在七局上半菜聚 封出本季的第一罰全力打 讓比數來到了4比0 但下個半局國訓展開反撲 蘇惟達和盧漢信接連的安打攻著二三壘 也把台電的先發投手哈維爾給打退場 不過南霸天接下上來的後援投手並不幫忙 吳承淵不但投出保送 還出現了爆頭送給國訓第一分 接下來國訓的攻勢又是山洪爆發 靠著安打和保送的串連 一個半局一共擊打了十個人次攻下了七分 七局打完反倒取得七比四超前 海電先發投手哈維爾的勝投也被搞飛 他這場比賽投了六局丟掉兩分的自責分 是一場優質先發 可惜牛棚投手並不幫忙 海電到第八局攻回一分 九局上半在落後兩分的情況下進行最後反攻 五人出局一二雷有人的機會 一面凱這個球短打 而國訓的守護神杰瑞卻發生了爆傳 讓對手再度攻下一分 接下來黃文明這支右半邊 落點巧妙的幸運安打成功的打回兩分 比訓逆轉變成了八比七 台電要到領先 隨後他們又靠著接連安打擴大領先 來到了十比七的優勢 雖然九局下半 國訓在凱撒的兩分炮助陣之下 追到九比四只有一分差距 可惜後續的攻勢沒有幫忙 中央台電就是以十比九一分 緊身拿下了對戰的二零勝 有一點 Autob撰